我们看这个题组 从地面上质量m的物体 以动量p牵直上抛 如果忽略空气阻力 回答下列问题 14题 石头在地面上的动能是多少 地上的动能 动能k等于2分之1mv平方 这个地上动能 可是 现在题目只告诉我们 在地面上的动量是p 所以我晓得动量p等于什么 质量乘以速度 所以速度有多少 速度用带换的方式 p除以m 所以用这样把它带入 2分之1m 速度是p 除以m 这个的平方 水算出来等于2分之1m 后面这个平方是p平方 除上m平方 水等于2m 分之p平方 在地上的动能 小的动量 转变成动能 是p平方 除以2m 1的答案 这个14题 15题 石头能够到达的最大高度 有多高 石头往上丢 一开始 牵直上抛 最有向上的速度 所以 我们刚才算出来 石头在地面上的动能 是p平方 除以2m 所以我利用在地上的动能 p平方 除以2m 这个是一开始的动能 往上丢丢到最高点 力旋能守恒 所以等于mg 垂直高度是h 所以最大高度 把底下的动能 变成重力位呢 因此h等于什么 mg 除过来 所以变成了 p平方 除上m跟m 这乘起来 2m平方 再除上重力加速度g 所以最大高度 最大高度是p平方 除上2m平方g 所以15题 a的答案 16题 在距离地面高度 是最大高度 4分之1h的时候 它动能是多少 我们刚刚求出来的是 算出最大高度 所以最大高度 是2m平方g 分之p平方 现在如果到 最大高度的4分之1 那时候的动能呢 从地上往上丢 到最高点 最后落下来 现在问 最大高度是h 那在4分之1h的高度 这边的动能有多大 整个过程 牵直上抛 只受重力 力旋能守恒 所以地上的动能 就是一开始 这个p平方 除以2m 整个动能 一开始是p平方 除上2m 这是一开始的动能 利用这个动能 等于每一个位置 所有的力旋能 因为这个是在地上 地上动能 可是位能是0 所以这个也是地上的力旋能 也是最高点的重力位能 所以也是在4分之1高度的整个力旋能 所以mg 高度如果4分之1h 4分之1h 我们刚刚的h 是p平方除上2m平方g 所以乘上这里 所以乘上这里p平方 除上2m平方g 这一项 这个就4分之1的高度 所以mg 这个4分之1的高度 这个就是在4分之1高度处的位能 把这个位能 加上动能 k 因为现在问动能 找这一项k 所以 把重力位能 加动能 这是在4分之1高度的力旋能 整个过程 力旋能守恒 所以每个地方力旋能 总和该一样 所以p平方 除以2m 就等于 这一下 4跟2乘起来有8 m跟m平方约掉一次 g也约了 所以剩下8m 分之p平方 再加动能k 所以k等于什么 移向过去 p平方 除以2m 减掉 p平方 除以8m 所以等于 2分之1 减8分之1 所以有8分之4 减8分之1 所以是 有8m分之3 p平方 这是两个相减的结果 所以是 8m分之3 p平方 这个是在 4分之1 高度下的动能 所以 猪的答案 3分之1 5分之3 4分之3 4分之3 4分之4 4分之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